国税局所发行的水果阅历是深受长辈喜爱 每一年到了兑换日总是吸引许多的民众到现场来排队领取 而在26日上午北区国税局花联分局也开始的这个兑换首日 虽然天空是下着毛毛细雨 但依旧抵挡不住民众的热情 在现场排出了长长人龙 还有的民众呢是六点不到就已经到场来排队 就是要拿到明年最新的水果阅历 26日早上9点不到 虽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 但北区国税局华联分局外头已经排出长长人龙 每个人手上拿着发票 就是想在第一时间兑换到明年度最新的水果阅历 几点就来排这个啊 五点 五点就来啊 五点十分啊 哦啊怎么会想要特别来排 怎么会想特别来排这个 我们每一年都有来啊 为了迎接虎年到来 同时宣导购物消费使用载具索取云端发票 北区国税局特别印制 福虎生风庆余年金美水果阅历 民众只要捐出十一十二月份 金额达十元以上的十张纸本发票 或五张云端发票 就可以兑换一本水果阅历 我们今年仍不能免熟的是以台湾当令的水果为主题 那我们严选的水果照片是经过我们的评审委员 精挑细选的 那所有的那个色泽跟饱满都非常的丰盈 那吉祥讨喜 那今年的水果阅历也是非常特别 除了我们搭配了吉祥语之外 那我们还有实用的税务宣导词 还有印有我们北区国税局各辖区的特色花卉 国税局的水果阅历 每个月除了有当月的租税提醒 也呈现出当季的生产水果 而这次也融入北区国税局所辖的九个县市特色花卉坚硬 相当受到民众喜爱 而从即日期的每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前往兑换 但是数量有限 有兴趣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